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的话请各位 先把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人先打开来 本来他已经有定义好一些名称了 请各位先把它全部干脆删掉好了 我们重新定义名称好了 不然有些有定义了 有些没定义 那你也不知道哪些要定义哪些不用定义 有些可能会重复定义 干脆你把里面的名称全部删掉 删掉完之后的话 我们再重新定义 那定义哪些名称呢 第一个 总发行股数有多少股 有这么多股 有多少 两千五百万股 OK 那我希望把它这个名称 我希望以后就叫总发行股数 那怎么做比较快 选这个C1 记得哦 你要不就从前面这边输入名称 不过你输入名称 可能要复制贴过来 或者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比较快 按下公式里面的定义名称的话 那这个方法比较快的原因是因为他会自动帮你把前面的名称帮你带过来 OK 所以这样的话相对的比较快一点 有个要放这边 定义名称 他会自动把前面的名称帮你带过来 这样子好像比较快一点 完全不用动 但是你要找到定义名称这个按钮 好 这个就叫做总发行股数 这个叫分配盈余 他也会自动帮你把分配盈余带过来 但冒号不会带过来 按确定 好 两个名称的 再来的话呢 A到H 指的是下面的对应的那个范围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选A3 Ctrl Shift 向右 向下 Ctrl Shift 向下 那把它全选之后 你可以利用什么 公式从选举范围建立 找到顶端列 意思就是说 这边有八个栏位 它的名称都在上面 有没有 顶端列 按确定 那它会自动帮你建立八个名称 股东姓名在这里 指的是下面这个范围 有没有 从A4到下面 那原有股数的话呢 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 从选举范围建立还蛮快 八个名称呢 一次就全部定义好了 OK 那所以呢 刚刚定义好几个了 一个 这是总发行股数 一个 这是分配云一 另外呢 这有八个 OK 所以有十个了 对不对 那再来配股数量表 这个范围 所以你把什么比较快 这边点两下好了 Ctrl Shift 因为呢 我的名称下面一样 所以你C之后 再把不包含栏位名称的范围 选起来 请你在上面 其实最快啦 干脆贴上这边 记得哦 Enter 一下 这样子 这样最快 当然你也可以从定义名称 我定义名称 好像没有从这边来的快 那这边还有个税率表 不包含栏位名称的部分 先把它点两下 然后Ctrl C 那我把这个范围 不包含栏位名称 不过栏位名称在左边 那我就把除了栏位名称之外的东西选起来 Ctrl V 记得一定要按Enter 那我又增加两个名称 一个是什么呢 配股数量表 一个是税率表 那这个要做什么 就是要查他应该要缴多少税 那配多少股份 哦 好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切到配股数量表 那这一个股东 其实就是他里面的业务人员 或者是里面的高阶主管 他的业绩 1450万 蛮高的 他应该配多少股票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配股数量表来看 1000到2000 配这么多 那以前是什么 Ctrl C 对不对 然后呢 切过来 Ctrl V 是不是 然后850万 配股多少 配这边 两万五千股 Ctrl C 是不是 Ctrl 不对啊 好像这样应该会做很久 还做不完 下课都做不完 所以呢 如果我希望是用查询的 那我可以用什么 其实刚刚讲过 插股数 里面你可以用那个刚刚讲过的 其实最简单的 其实好像还是用V路盘数 所以我们用减4与3兆里面的V栏数 查什么 查业绩 去哪边查 按F3 去这个叫配股数量表里面查 查第几栏呢 如果你不知道 没关系 请你再点回去配股数量表 只要点这边 它蛮贴心的 会帮你切过去 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 1 2 3 我要的是多少股 那范围在这里嘛 所以你可以数一下 1 2 3 那你要把这个带 所以你就输入3就可以 那比对方式 如果是0的话 要一模一样 1450 好像没有一模一样 所以一定要输入一定是1 不可能是0 但是还有个问题 1450 万 可是这边只有 万 它好像单位是万 这边不是万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呢 这边输入3 这边输入1 然后这边记得把它除以1万 因为它是以万元为单位 如果你没有除以1万 它就找不到 万就找到最大的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就把它直接 刚刚这打的 这多的 它会出现错 我把它删掉 向下填满 那现金股利的话 要做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什么 现金股利 所以是原有股数 加上分配到的股数 所以先加总和除以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的公式 可是光看到这些 你都头晕了 这什么东西啊 不过如果你有定义名称的话 这些事情就变简单 怎么说呢 等于F3 它原来有的股数 所以原有股数 加上它分配到的股数 F3 有没有 其实我都按F3 它分配到的股数 相加 我先怎么样 先加完之后 再除以什么呢 除以F3 总共发行的股数 总共发行股数 乘上F3 分配盈余 做完了 你会发现 所以公式 假如说你有公式 但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会发现 那都是一堆的工作表名称 工作表名称 还要哪边要锁 哪边不锁 头都晕了 如果你用名称 刚刚那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你直接打个勾 向下填满 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以后你看到这个公式的时候 你会感觉非常的 怎么说 一看就一目了然嘛 应该没有什么不知道的地方嘛 所以工作里面 记得还是切记啦 为什么一直强调一定要名称 定义好 因为定义好之后 这个都是可理解的 然后呢 以后如果说 你要去存取它的话 你就按F3 就搞定了 OK 然后其他的话像什么 税率 意思就是缴多少税 要到税率表去里面去查 那税率的话呢 其实这边也有公式 原有的股数 与分配到的股数 那股数一样是1万元单位啦 所以你可能加起来之后 除以先除以1万 再去找税率表里面 不过因为呢 税率表里面 它的那个列其实是它在什么 栏位名称在左边 它别说 如果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请你一定要H入卡 H指的是水平 如果你是垂直 像刚刚那个地方 栏位名称在上面的话 垂直的就用V入卡 特别说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原有股数加分配股数的话 其实刚刚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先把这边复制一下 Ctrl C 再到这边呢 税率插入函数的地方 找到那个H入卡 H 这个 记得说H入卡 然后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过来 除以1万 因为以万元为单位嘛 所以再去查什么F3 查那个税率表 我应该缴多少税 那一样啦 如果你不知道税率表的哪一列的话 你就点它一下 你会发现第一列 第二列 比对一定是比第一列 第一 第二 我要的税率是在第三列 所以这边输入3 比对方式呢 一定要是1 OK 不能是0 如果0的话找不到 那做好之后按确定 向下填满 税率马上就算完了 那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题目里面是要我们做什么 现金鼓励乘以1减到税率 所以现金鼓励 其实闭着眼睛也应该可以做出来 反正照着打 现金鼓励乘上 刮弧1减掉F3 照着打就可以了 税率 所以我把这个税率放在这边 然后后刮弧一下 只要你的公式没打错 答案就出来了 那最后针对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谁排第一个呢 你可以再插入什么呢 这边的话用那个统计 统计这个地方就不是用解释 统计里面的那个RANK EQ 这个函数去帮我怎么样 找到那个RANK EQ 去他的扣税现金鼓励 这在哪个范围呢 这个范围F3 在扣税后的现金鼓励里面 他排第七排35 所以你可以向下填满 答案就做完了 给你们看 请这边还要更多 尤其是 bacter类的 这边都做完 虚度计